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7月5日 巴拉甘天奴饿豆宝的花糕 周二清早 巴甲上演独角戏 由巴拉甘天奴主场迎战宝的花糕 两队经济整体表现相差无几 近期状态也并非理想 在大家都缺少赢球本钱的情况下 相信打合会是本轮最有可能的结果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巴拉甘天奴前季才升班至巴甲舞台 但是过去两季他们的表现却相当不俗 分别取得第十和第六位的佳季 不过巴拉甘天奴经济表现却稍有退步 前十四轮联赛踢完 只取得四胜六和四负的平弹战绩 并且只比降班区多一场球的优势 宗观巴拉甘天奴最近几个赛季的发挥 其实他们后防线的演出质量是在不断下滑的 前季的军场失球竖仅为1.05个 上季上升到1.21个 经济更是高达1.36个 在八甲中防守水准位居倒数几位 过去十轮八甲 巴拉甘天奴只有一场不失球 最近三轮联赛更是失八球之多 要不是奥兰加路和阿基马雷斯等攻击手 最近缴风正顺 恐怕球队的战绩会更加糟糕 本轮面对近况同样未如理想的宝的花糕 巴拉甘天奴 要想拿到分数 提高后防线的表现势在必行 阵容方面 中场托兰萨音商倦琴 对比起巴拉甘天奴 宝的花糕算得上是八甲著名的净率 至今八甲连续不败场次记录的保持者 还是他们 不过近二十多年来 宝的花糕 未然只过八甲桂冠 沦为一支平庸球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 在巴拉甘天奴升班的那个赛季 宝的花糕还以联赛副班长的身份降至巴尔 好在仅一个赛季之后 球队再次重返巴甲舞台 经济宝的花糕 战至目前所取得的联赛积分 和巴拉甘天奴一样同位18分 防守方面同失十九球 而进攻端演出却不及后者 综合来看 宝的花糕的实力 与表现最多和巴拉甘天奴持平 或者严格来说 还要稍稍差那么一点点 上仗巴西杯第四圈 做客0比3惨妇阿美利加明尼路之后 宝的花糕已经是连吃两场败仗 一众攻击手集体迷失 二仗均10压弹 宝的花糕金账如能力保全身而退 已经心满意足 阵容方面 后卫S拉菲尔因商必战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大家好 今天下期有点大规sch climbing走 有点贴子 好吧 其实感谢 loads 很厉害! 我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